大家好 欢迎来到奈斯家 最近稍微有点事就没做视频 那么正好利用这段时间 这个阳台衣物也陆陆续续的海运到了手里 那么咱们之后来一款一款的跟大家分享 就给大家购买的时候 增加一个参考的一个东西 那么今天咱们来看的这一款 是这个阳台进去之前的一款产品 当然也是当时它后期质量比较 拿得出手的一款产品 这个弗利萨四形态 那么这个弗利萨四形态 它总共有三个状态 一个就是像这个涂上这个摊手 这个两脚一前一后 什么交叉的 往前走的这个状态 这个是比较经典的 还有两款一款式 就是双腿插开 抱胸这个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双腿插开 两手下锤 这个类似于白洞 弗利萨四形态的这个状态了 那么我们先来看的外包装 首先是这个 惯有的一个牛皮指向 牛皮指向前面就是 还有侧面都有这个 Brick Studio的这个标记 同时也写了 里边是什么东西 那么之后呢 里边一般都有一个彩盒 这个彩盒比较花傻 这次前面就是一个摊手站的形态 不管你里边是抱胸的 还是垂手的 还是摊手的 好像都是这个样的 侧面也是 弗利萨的名字 然后加上这个工作室的logo 通过这个图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本体在箱子里的一个状态啊 就是本体和尾子是两个分件啊 没有多余的分件 那么这款产品的本体呢 也是非常干净利落的一个造型 没有地台啊 那么重量呢 我刚才称了一下 是330克啊 那么身高方面呢 我们可以量一下看看啊 从我这里看呢 大概是从脚到头顶 位置是22.5厘米 我们可以拿阳台的这个黑发悟空啊 搭配一下 看看他这个比例的这个状态啊 基本上呢 动画里边和漫画里边 基本上就是他的头顶 应该到悟空的胸 这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啊 那么他这个 弗利萨和黑发悟空的比例啊 搭配起来也是非常舒服的 我们现在可以来看看他的细节啊 当然阳台的东西呢 由于他这个 每次的代工厂不一样啊 他这个 质量好像有的时候 也是参差不齐的啊 这一次呢 咱们可以看一下 像从这个尾巴看 这尾巴是一分件啊 当然他这个磁吸呢 感觉吸的不是特别的紧 所以大家有的时候 可以放点这个蓝灯胶在这 给他固定一下 因为他这个三点站立 还是要靠这个尾巴 做一个支撑的啊 当然大家可以看他这个细节上呢 个人感觉是有点肉啊 就是这些 这些皮肤细节 因为他毕竟作为一个 所谓软膜产品来说 这个细节就算肉啊 当然这次 阳台对这个 弗利萨死形态的处理呢 他有一个 他自己一个 算是独创的做法 应该是 因为一般 这个弗利萨的皮肤的颜色 应该是发青白 那个颜色 阳台这次呢 也是用了 浅青色吧 然后做这个阴影的 这个点缀啊 当然他在里边呢 加了猪光漆 这个感觉 我记得好像 应该是没有别家来做 这个猪光漆在里边吧 大家可以从这手上看 应该是可以看得出来吧 当然这个点缀呢 有点心影 其他家也没有做过 当然他这么做呢 个人感觉也不难看 好像还挺 挺特别的一个感受啊 尤其是你这个 弗利萨的东西多了之后 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 大家应该从这个 我这么稍微晃了一下 应该就能看得出来啊 像这些 这个阴影部分啊 都是有这个 猪光漆的点缀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他这个头雕啊 头雕一般是比较关键的啊 这个厂子 当然不知道 是不是吉利贯啊 这个头雕看着 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这个各种勾线呢 做的也是比较到位的 也没有什么蹭漆一漆 那么阴影呢 处理也还可以 尤其是这个 面部侧面的这块啊 他加了这个 猪光粉之后 也是有一种 比较特别的一个感觉啊 那么尤其他这个透明件啊 这次透明件用的 确实是不错啊 身上和脑袋上 这个透明件也是不错 这个弗利萨有的时候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这个透明件啊 当然脖子这块 这个珠光 珠光粉的这个效果 应该就更加明显啊 当然他这个身上的这些 呃 这个青筋什么的都做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当然阳台的这款弗利萨呢 感觉上来说呢 他在这个身体的各个 比如说这些阴影的地方 处理的稍显突物啊 尤其是和白洞的那些东西比啊 呃 那些呢 就是阔度比较自然 他这个稍显突物 当然这个不是毛病 呃 他这个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比如看看这个手啊 手的这个细节 比如说啊 这个呃 手指的关节之间的这个接缝处 也是做的很细致的啊 包括这个后边的指甲的这个涂装 还有手背啊 这些做的还是比较细的啊 当然从后背上 大家也可以再看出来的 皮肤这些纹理 感觉比较肉 当然你离远一点 也是看不太出来的 看着还是比较不错的 他这个东西并不大 腿部呢 呃 也是跟上身也是差不多啊 这个涂装还是在线的啊 主要就是他这个模种 可能这个细节上并不是太好 呃 当然这个透明件也是像刚才说的啊 和那个上半身的透明件的质量都差不多啊 呃 该做分色的地方就做了啊 比如说像这个腿和这个腕子的这个地方啊 呃 这个乳白色做的都是不错的 很干净啊 呃 脚底也都有细节的刻画 呃 但这个尾巴呢 往上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他这个位置是比较活的啊 但是他这个三款造型里边呢 那两款都是三点站立 就是说两个脚是插着的 然后尾巴再加一个呃 第三点那么一只啊 站的比较稳 当然这款呢 他这个三个站立的位置都是在一条线上啊 稍微有点晃动就容易倒 所以大家最好在脚上加点蓝丁胶啊 那这款产品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个人觉得啊 刚才说了 就是说身上的这些这些皮肤纹理的细节有点肉啊 再加上他这个这个阴影的过度呢 稍显的突兀了一些啊 就是过度不是那么自然 个人感觉不是那么自然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这款产品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向前走的 然后摊手的一个造型啊 但是由于他这三款造型都是共用了一个上半身的一个模种 所以就是说他这个向前走的感觉应该是有一点就是胸应该向前轻的那个姿态啊 这个呃 他共用了这个模种 所以就都是一个直立的一个状态 所以感觉好像不太符合人体工程学吧 当然也有可能是本人吹毛求刺啊 那么其他也就没什么问题了啊 那这款产品当时我是450 在这个某鱼平台上买的拆摆 当然现在我查的查价格也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他用来搭配阳台自己比例的产品呢 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你搭配一般的这个六比例的 你如果搭配无线啊 就是显得稍微有点大 但是你如果搭配白洞的呢 就是显得有点小啊 那么这个可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要求来入了啊 这款产品呢 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毛病 还算是这个在阳台遗物系列中 算是质量比较不错的一款产品了 那么今天关于这款产品的分享就到这了 那么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次再见